大家好,我们是九龙明表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款KB厂的理查德米勒 首先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理查这个品牌 理查的话它是属于顶级运动腕表品牌 它的外观的识别度都是相当的高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酒桶型的外观 然后镂空的表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造型相当的拉风 机械感非常的强烈 理查的话它是擅长制作顶级腕表工艺的一个品牌 正品的价格都是相当的昂贵的 基本都是在50万起步 但是国外的话专柜折客也是比较大的 六折七折都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六折七折打下来的话一般人也是买不起的 因为腕表界的话也流行着一句话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理查是通向亿万富翁的一张录场卷 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理查这个腕表的话 在万表界的话地位还是相当的高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简单评测一下 我手上这款KV厂的理查德米勒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理查的整体做工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其实之前的话 一直有很多小厂在做这款理查 但是做的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复刻的也相当的差 都是一眼假 当然就算是我手上这款KV厂出的顶级复刻的理查 其实仔细看里面的机芯的话也是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了 因为赠品的话这些里面的齿龙的话全部是在运动的 但是我们这款复刻的话是不在动的 都是装饰啊 因为像理查德米勒这种万表的话 厂家是绝对不可能购买了赠品 然后来开模 然后按照赠品来1比1开模的 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1比1的仿真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因为这款万表的赠品价格实在太昂贵了 一般厂家的话都是开模不起来的 所以只能当做精神玩物 不过像这样的全肉控式的万表的话 给人非常棒的感觉啊 所以购买的人还是相当多的 但是玩这里表的人的话 基本上都不会太在意它的还原度的 因为都是用来解解读的嘛 毕竟是亿万富翁的入场券嘛 这款万表 但是KV厂出的这一款理查的话 整体工艺都是相当的完美的 细节做的也非常的到位 材质都是用的上层的材质 这个表壳的话是采用的纳米陶瓷材料打造的 相对于这个金刚来说的话 质量的话要轻一点 而且更加耐磨 另外经过这个特殊的拉丝加工处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壳套的话是经过拉丝处理的 然后有点磨砂的感觉 不是特别的光滑 但是视觉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这里的话 我有一点要讲 作为这个运动型万表 理查德米勒的这个尺寸还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我不太建议 手为小于这个15厘米的朋友入手 因为戴在手上的话 特别不像样 表圈和这个倒甲的话 都是通过拉丝打磨的 边缘的话都是比较锋利的 把头的话是PVD的电镀金 正品的话是玫瑰金的 在这里的话还有一点要讲 因为理查这款表的话 外壳打磨的非常的锋利四周 然后平常调时间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只要握到一点点 然后上动力或者调时间 不要握得太靠里面 因为平常的话很容易搁到手 之前就有客户向我们反映过 那么这款表的话 它的机芯采用的是吸铁层机芯 然后功能的话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最简单的时针和风筝 秒针也没有 那么在这里的话 还要告诉大家一下 这款表的话如何封便 它有没有在走 第一个办法的话 比较死 就是调好时间以后 调时间的话一如既往 就是拉出来 然后调时间 然后再按进去 然后上几圈动力 大家有的人的话 因为分辨不出它在走 到底是走还是不走吗 第一个办法就是放在这里五分钟 然后它有没有动 动了的话就说明再走 第二个办法的就是 调整好时间以后 你放到耳朵边上 听听它有没有这个秒针走动的声音 如果有这个声音 说明也在走 那么接下来的话 大家看一下它的皮带 皮带的话是采用的橡胶带 手感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个人觉得这款理查的表带的话 做的要比爱比的表带舒适度高 扣子的话是采用的折叠扣 扣子上面的话也是PVD的电镀金 总而言之 这款表的整体工艺的话 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我们还是非常推荐的 如果喜欢这六万表的 防水的话也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今天的评测的话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有兴趣的朋友的话 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 不定期为大家做顶级复刻万表的评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